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 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分子发动的地面拘制行动 再有几周时间就可以结束了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即将被全部消灭 目前,以色列军队正在对加沙南部拉法地区 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那里是哈马斯仅剩的一个据点 以色列国防军认为 以军有能力彻底铲除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占领拉法指示可待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后 以色列军事行动将转向低强度阶段 剩下的任务交给特种部队完成 随着加沙南部的战斗进入最后阶段 以军主力部队分批向国内撤回 在短期的修整后 重新部署在以色列北部边境 哈马斯一位高级领导人告诉路透车 在以色列军队的大规模地面行动中 大约有6000名哈马斯武装成员被打死 哈马斯领导人强调 该组织武装力量 有能力继续在加沙地带 与以色列军队进行长期战斗 以色列军队并未实现消灭哈马斯高级领导层和消灭哈马斯组织的目标 这是哈马斯领导人首次承认 哈马斯成员在加沙地带的战斗中出现大批人员伤亡 以色列方面则表示 在过去的四个多月战斗中 超过1万名哈马斯武装成员被打死 双方的数据相差了一倍 哈马斯和俄罗斯一样实话不多 死亡数据应该比他们所说的要多 以色列的消息有可信度 哈马斯领导人说 他们能够在加沙继续长期战斗 可能也是图个嘴状 加沙北部地带的战斗早已结束 未来不久 南部的战斗也会以哈马斯被歼灭恢复平静 以色列已经开始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 以色列军方在上周五发出了警告 黎巴嫩争朗在去年10月7日 参与了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暴行 以防不再容忍珍珠党在其边境附近存在 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以色列军队将转向军事行动 把黎巴嫩珍珠党从边境地带向北推 此前只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珍珠党有过对话 但不知道他们的谈判内容 现在已经很清晰了 以色列方面要求政治党不能在边境存在 政治党肯定不会答应以色列的要求 双方不恋恋说不成事 2月24日 以色列时报官网报道 以防对外交解决北部边境问题的耐心正在耗尽 军方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举行了广泛的拒织演习 报道说 以色列和政治党周五继续跨境交火 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声称 他们袭击了以防一座地区议会大龙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拦截了一架进入其领空的可疑无人机 但未提到有见证物遭到攻击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告诉媒体 外交解决方案不会有太多耐心 因为伊朗继续向其代理人珍重党运送武器 他们违反了联合国终结2006年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战争的第1701号决议 如果以色列在联合国安理会 披露的情报信息没有导致改变 以防将毫不犹豫的采取军事行动 以色列在不久前已致函联合国安理会 说明了伊朗向珍重党提供的武器类型 以及通过哪些线路和日期运送武器的证据 从当前的举止分析 以色列和黎巴嫩珍重党必有一战 他们不会容忍珍重党继续对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 加沙的战斗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 下一步打击珍重党是板上钉钉的事 现在谁也劝不下以色列 他们坚定的通过本次战争 要打出长期和平 与珍重党的谈判 取得不了进展就要开战 而且还会在未来清算伊朗 此前有消息称 以色列从印度引进了6.5万劳工 这显然是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 但他们不是让印度人去帮他们打仗 是弥补动员时劳动力缺口 让更多的以色列人去服兵役 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准备 跟着伊朗和俄罗斯混了 吃不到甜食 哈马斯珍珠党 胡塞武装谁也跑不掉 以色列会一个个找他们算账 俄乌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搅得半个地球不得安生 世界上一旦出现好战分子是人类的悲哀 俄乌战争之前没有人相信世界上还会出现抢劫别国领土的战争 但它确实发生了 有些人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进步 2月23日印度官方媒体报道 印度要求俄罗斯将那些与俄军签订合同的印度公民提前解雇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巴尔说 印度方面已经知道有几名印度公民参加了俄军 在那里从事着辅助工作 印度大使馆正在与俄罗斯有关部门 讨论提前让印度公民离开俄罗斯的问题 印度外交部呼吁所有印度人都要保持谨慎 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的这场长途 印度方面称在过去的一年中 大约有100名印度人与俄军签订了合同 至少有3名印度公民接受了不涉及战斗的俄军工作 他们是被迫加入俄罗斯军队 2023年年底 尼泊尔政府也曾要求俄罗斯 停止招募尼泊尔公民参加对乌克兰作战 尼泊尔外交部证实 有6名尼泊尔人在乌克兰战争中死亡 他们已经暂时停止 向公民发放前往俄罗斯工作的许可证 尼泊尔政府评估 俄罗斯至少招募了200名尼泊尔公民 加入到了俄罗斯军队中 但有100名尼泊尔公民失踪多日 不排除这些人被俄罗斯送到了乌克兰前线 阿弗迪布卡的失手让西方认识到了援助乌克兰不能拖延 承诺的援助资金必须尽快到炸 不能只停留在援助决议书上 金融时报和多家媒体报道 杰克总统正在和多国协商 紧急筹集至少15亿美元 韦布卡购买一批弹药 杰克方面表示 积极响应的国家有丹麦 荷兰和加拿大 他们联合起来在全球 韦布卡寻找第三国武器弹药的融资方案 目前已取得进展 未来不久就能把杰克提到的神秘国家 80万枚炮弹买下 对西方来说 钱的问题都是小事儿 只要能够找到货源就能够成交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来恩24日表示 欧盟援助乌克兰500亿资金的第一批45亿欧元 将于3月划布到乌克兰账户上 以便让乌克兰能够买更多的武器和稳定财政 冯来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无论是在财政经济军事还是道德方面 与冯来恩同日出访乌克兰的 还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意大利政府宣布 梅洛尼将在乌克兰主持意大利 担任这期主席国以来的首次这期会议发表讲话 除特鲁多和冯格莱恩外 泽连斯基也将与会 此外 梅洛尼还将在主持这期线上会议前 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 会后宣布两国签署安全协议 乌克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4日 乌克兰与意大利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当天 也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 此前 乌克兰已分别与德国法国和英国签署安全协议 随着意大利和加拿大与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签署 七国集团中仅剩下美国和日本 还未签署相关协议 该协议源自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 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为了应对俄罗斯方面的回应 七国集团在联合声明中提到 他们在支持乌克兰时保持一致 有媒体表示 乌克兰危机爆发两周年折尽 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 欧洲 加拿 澳大利亚等国 分别宣布了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的新轮制裁 但是外媒对制裁效果并不乐观 并表示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不太可能对其经济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他们提到的外媒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家媒体 就像有的媒体在报道利好俄罗斯消息时 说的西方某国前官员一样 他们习惯于拿着非现任官员的说法到处传播 完全丧失了做媒体的初衷 尽管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入侵乌克兰 但俄罗斯在地球上也有几个支持的人 想找点利好俄罗斯的说法 并不难 孤零零的几个俄粉就能化解信息问题了 但这样报道有啥用啊 除了最后被打脸就让人瞧不起 制裁影响不了俄罗斯的经济 为什么俄罗斯天天喊着要回应西方的制裁 所有的谎言都听不住问 即便是把越制裁又有钱说上一遍 也不会成为真理 如果没有什么可值得报道的 倒不如在家陪着老婆孩子聊聊天 反制的说法会让人厌倦 视频最后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消息 俄军在乌克兰前线 越来越怒了 怒起来一发不可收 发射导弹把自己的军机在空中摧毁 目前 该消息已被俄防证实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23日称 俄罗斯空军A50预警机 在当天晚上7点被击落 执行任务的是S-200导弹系统 该预警机最后一次直飞 是在2月23日15时50分 从俄罗斯阿克图·宾斯克机场起飞 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乌安空军负责人奥列书克 在电报上发布消息 俄罗斯一架A50军用飞机在空中完成了他的使命 感谢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以及所有使这一切变成现实的人 乌克兰军方会继续努力 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据称 袭击发生在俄罗斯 叶伊斯克和克拉斯诺达尔之间的地区 被击落的A50预警机价值高达3.5亿美元 俄罗斯方面 对乌方的说法没有给出评论 2月25日 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 证实了A50预警机遭到袭击后爆炸 俄方表示袭击发生时 俄军A50预警机正在准备飞往克里米亚方向 执行监控任务 并派有俄军苏35战机护航 预警机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了乌军两枚射程为300公里的 先主角远程防空导弹将其锁定 便紧急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 成功将其中一枚乌方导弹干扰 剩下的一枚导弹继续追踪A50预警机 俄军地面防空部队发现一枚导弹正向A50预警机方向飞去 连发两枚S300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形容一枚防空导弹成功的将乌军导弹击落 当俄军防空部队正在为此感到骄傲时 他们发射的另一枚防空导弹 却盯上了在不远处执行任务的俄军预警机 好大的一个目标 终于该显示S300防空导弹的威力了 俄军防空导弹成功的向A50预警机击落 根据俄罗斯的说法 这一切都应该由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负责 如果不是约翰逊带头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的既定目标早就实现了 俄罗斯该对此庆祝还是悲伤 发射的两枚S300防空导弹都击中了目标 一枚成功拦截乌防导弹 另一枚打下了自己价值三亿多美元的预警机 不得不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大怒了 狠起来连自己的飞机也打下来 不过这样地面挺安全 不分敌我飞行物一概击落 这样很有趣啊 俄军防空部队把乌克兰想干的活也干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忙 S200防空导弹未必就能击落俄军A50预警机 网友们给俄军防空部队来点掌声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专栏也好 做哈乙专栏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传播正义和平 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感谢观看